你都想教出成功的小朋友? 原来心理学的研究显示有一个关键 是会影响我们有没有办法教得出成功的小朋友 马上来看看你有没有做到这一件事 你好,我是儿童心理学家郭博士 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显示 如果我们想教出成功的小朋友的话 我们就要在小朋友的心中注入乐观的心态 社会上已经有研究显示有78%的家长 其实会觉得小朋友在这个世代 是会比起自己那个世代要成功的话 是来得更加难的 家长会这样想,其实都是情有可原的 家长可能因为会看到 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程度的问题 包括好像是气候变化的问题等等 但是家长我们都要留意 我们其实去看事物的那个角度 是会直接影响小朋友 怎样看这个世界的 就好像当小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到底是会想 哎,我都是搞不定的了 试来做什么呀 试完就是失败 还是小朋友会想 不是哦,我应该搞得定的 这件事是有点难 但是我给点心机的话 我是应该搞得定的 如果你都想教出一位乐观的小朋友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参考一下这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当然我们都要给小朋友知道 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困难的事情发生 其实就算我们不跟小朋友说 小朋友可能在新闻里 或者在其他同学聊天的时候 他可能都已经了解到 这个世界其实都每天都发生 多少不是那么开心 或者是挺有挑战性的事情 比如好像气候变化 香港的夏天每一年都变得越来越热 等等的这些问题 所以家长要记住 我们要教出一位乐观的小朋友 就不是要他去逃避问题 所以第一个方法 我们就是要让小朋友知道 的确这个世界是有很多 都挺重大的问题等着我们去面对的 而当我们让小朋友和自己知道 这个世界的确是有不同的问题等着我们面对之后 我们就要用第二个方法来陪着自己 和陪着小朋友一起去面对了 第二个方法我们就要陪着小朋友看下 每一日所发生的美好事情 很多家长不经意间 会不小心在晚餐的时候 都会惯着说当日发生不太好的事情 其实要教出一位乐观的寿蚊子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习惯扭转一点 就是在晚餐的时候 让我们和寿蚊子一起聊一下 今天发生的美好事情 又或者本来的确遇到一些难题的 但是我们努力过后 付出自己的时间和心力之后 事情有好的改变 譬如当别人见到我们这么努力之后 其实对方都会出一分力陪我们一起去面对 我们亦都在家里面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会互相分享好的事情 这样就能够让孩子知道 的确每一日我们都会有困难的事情发生 但同时每一日都有美好的事情发生 帮助孩子在他的生命里面注入希望 第三点 我们要让孩子看到自己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 其实如果我们想教出一位乐观的小朋友 我们就要让小朋友看到 他是能够凭着自己的双手 影响自己的圈子 影响这个世界 大家又不用想到太大 其实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譬如陪着小朋友一起去在自己的社区 为长者服务 譬如我们快来暑假了 我们可以让孩子在暑假期间 不如探访一下其他老人家 为他们提高不同的物资 其实都能够让孩子看到 我们人是能够通过自己双手 去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人 让自己身边的人的生活都过得开心一点 当小朋友看到自己小小的付出 在这个世界有正面的影响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能够帮助小朋友 建立乐观的心了 如果我们想教出一位成功的小朋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我们要教识小朋友 要懂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所以如果你的审婚仔是三岁以上 我也很鼓励你去看看 有我儿童心理学家郭博士 和英国伦敦大学的精神科医生 Dr. Verhana 一起联同英国伦敦大学合办的 儿童情绪动画系列 在我们的儿童情绪动画系列里 你的小朋友会学习到当我们生气了 失望、沮丧的时候 我们怎样做会处理得更好呢 同时故事内容都会基于 小朋友的选择而有自然不同的结果 我会将儿童情绪动画系列的连结 放在留言区和资讯栏 你也可以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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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